中国电影大数据盛典在湖北荆州举办 这次的盛典邀请了不少明星出席 挺热闹的 在盛典开始前 主办方举办了一场将红毯和媒体采访结合的见面会 让明星们亮相并接受采访 在官方直播镜头和各家媒体的镜头下 他们都暴露了真实的状态 曾里现在的状态是真的好 比年轻时更时尚 更有大美女的风情了 这条裙子虽然配色比较奇怪 但突出了她的先腰 跟曾里是中系96级同班同学的源泉 气质也很好 不过那略显稀疏的空气刘海并不适合她 让她的发量看起来不多 这两位老同学在红毯上的着装属于不同的风格 一个是风情大美女 一个是知性高管的既视感 江书颖的裙子也不好看 仿佛是用桌布和窗帘布缝制而成的 普通人穿肯定很灾难 但她毕竟有延任性 所以靠高颜值称起来了 冯小刚徐帆夫妇都穿得比较简单 看他们的铜矿 比徐帆大了10岁的冯小刚开始呈现出老态 毕竟也65岁了 徐帆还很有精神气 如今处于半退休状态的徐帆 有些发福了 哪怕没有低头 双下巴也很明显 同样发福了的还有周海妹 她穿了一套白色西装 看全身倒是很正常 但只看上半身的话就有些显胖 要是周海妹笑起来的话 真的富台十足了 赵雅芝虽然年纪比较大了 但她并没有中年发福 而是保持着跟年轻时差不多的鲜瘦身材 她的金修照总喜欢披得像四十家 本人看着会老一些 但也完全不像快70岁的人 周冬宇穿了一条身背挂脖紧身长裙 出亮相时让人有经验的感觉 虽然她的个子不高 但难得穿出了高挑的感觉 周冬宇虽然长得比较幼泰 但如今的她已经能轻松驾驭 亲熟风格的装发和礼服了 陈都林和林允被安排一起出场 没想到陈都林的骨架这么小 肩和腰的宽度比林允还窄 陈都林选的这条白色断面长裙 显得很斯温 适合文静的她 只是发型师这次拖后腿了 这圆弧般的发际线和仿佛被压实了的头发 让她看起来像戴了一顶不合适的假发 林允的脸部状态无可挑剔 不得不说周星驰当初还是很有眼光的 只不过她脑袋空空的状态似乎一直没改变 当记者问她从周星驰身上学到了什么时 她的回答很虚 说我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人学到了所有 所有是什么 一个方面也说不出来吗 蓝音音和张静怡也被安排一起出场 张静怡在95花中算是颜值比较高的 但没想到在蓝音音身旁也没发挥出多大优势 一眼看过去还是高挑鲜瘦的蓝音音更出挑 余文文这条垫肩黑白长裙看起来平平无奇 实则很考验身材 她也因此秀出了纤细的腰身 跟余文文同台的寒庚 状态就差多了 都还没步入40岁就开始发福 整张脸都膨胀了 昔热的帅气一去不复返 对比之下 郑凯显得清爽多了 童星出身的蒋依依被安排跟三位男明星一起出场 画面瞬间变成了三个颜值不高的保镖 陪着大美女走红毯 我们来看看这四位年轻明星的对脸镜头 蒋依依的五官很精致 八先生觉得她是00后女星中少有的美艳类型 也是难得美长歪的童星 其他三位年轻男明星都各有各的丑 演过觉醒年代的马启悦 右上长得很路人 行招林 左下 营销过自己是翻版洋洋 实则言之跟洋洋差远了 郭俊臣 右下的脸好像吸入了韩国教母 都肿起来了 王祖兰里亚男夫妇亮相的时候 穿了高跟鞋的李亚男 比王祖兰高了将近一个头 不愧是长短脚夫妇 李亚男的气质是真的好 不过他穿这条裙子 正在王祖兰身边有点像李小姐了 王祖兰的颜值一直不高 看久了他的下半张脸 怎么突然觉得他跟包贝尔有点像 苏友鹏留了一脸胡子 以颓废文艺风亮相 实话说 这风格不太适合他 瞬间便油腻了 不知道是现场灯光昏暗 还是王宝强真的晒黑了 他的肤色比别的男明星显得更黑 满江红剧组的导演张艺谋 以及三位主演易烊千玺 张艺王家宜一起亮相 大家都默契地穿了身色礼服 张艺被主持人问未来 是否会在影视剧里 在以古装试人 他说会努力争取 然后略带害羞地笑了 感觉他在红毯上的气场 没有演戏的时候强大 比较有反差感 王家宜身高出众 穿上高跟鞋之后 比官方身高178厘米的张艺 还高半个头 直播镜头下他比电影里好看不少 感觉好好打扮一下的话 他还是挺上镜的 李晨亮相的时候 八先生的注意力 一直在他飞舞的眉毛上 化妆师究竟是抱着什么想法去画的 是为了逗笑网友吗 年轻时非常帅气的港星温兆伦 如今依然自律 没有发福 但脸多少有些不自然了 58岁的他皱纹很少 但说话的时候 嘴巴以上的部分没法自如活动 俗称连江了 这场电影盛典的见面会 让明星们都暴露了 离开修图室后的真实状态 同时八先生也深切感受到 好看的女明星有很多 但好看的男明星真的很少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